嗨,大家好,我是席峰 很高兴接到那个麦子学院的邀请 给大家做一套关于基于SWIFT的IOS开发 关于一个MapKit这个领域的一个开发 首先这里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席峰 大家可以从这个桌面的右下角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我是之前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做网络游戏前头的一个开发 做UI设计这一块的 后来在12年的时候 就是准备转行 就是做了一个移动这一块的开发 时间做的是针对IOS这块的移动开发 到现在来说 就是IOS这块也已经做了三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我做的那个相关的商业AVP也是很多的 包括游戏类啊,旅游聊天 电商移动平台这些等等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移动开发呀 要从事移动开发这个行业 大家知道那个我们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项目是什么呀 标志是什么呀 就是蒸汽机的诞生对吧 然后现在业内有人说 就是说这个移动网络的诞生啊 普及啊 以及这个水平的提高 可以作为就是我们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标志 也就是说这个移动行业 不管是移动端的移动设备啊 或者是一些智能家居啊 移动家居的这一块 包括很多领域了 包括什么医疗啊 是吧 医疗现在来说是相当相当 就是说前景相当广阔的一块啊 医疗啊 呃 旅游啊 移动一些移动端呢 包括我们现在移动端的很多移动端呢 呃移动端和PC端的一些兼容性呢 等等等等之类的吧 不管是软件也好 硬件也好 都是一个相当有前景的领域 你可以说是主要是未来 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互联网这一块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 就是说在这个浪潮来临之际啊 踏在这个浪潮的前端 随着潮流走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去学习一下这个 移动这一块的技术和研发 那么我我现在主要真的课程呢 就是基于最新语言 Swift Swift语言相信大家都都了解 也都有一定的基础了 是吧 Swift语言 这个是一个Picot公司 14年推出了一款最新的语言 我的这个课程呢 就是基于这款语言 做的一个地图框架 以及定位这一块的一个开发课程 如果之前有过 就是说之前有过GOC开发的同学 或者说有对那个IS开发 都比较热爱的一些学员呢 都是很有的一个借鉴价值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主要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主要基于就是两块 一个是定位服务 定位 另外一块呢 就是地图应用 如果把定位和地图应用 就是说结合起来 然后 我们可以基本实现什么功能呢 就是说 我们学完这个教程呢 就这一块教程 我们能做到什么功能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 是这样的 基于这块 这个MapKit的开发这一块 我们学完之后 我们就有能力 自己做一个 在IOS平台上运行的 一个车载导航系统 一个简易的车载导航系统 一个线路图导航系统 然后废话不多说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究竟要学点什么东西 里面有什么细节的 首先今天是第一 第一节课 我们先列一下我们第一节课 大概要掌握什么东西 要学点什么东西 定位服务和地图的应用 那么其实 本质上说起来啊 这个定位服务和地图的应用 其实他们没有必然的联系 他们相对来说 是两个比较独立的个体 而这是定位服务 定位服务 它主要是获得当前用户 比如说你是一个 一个苹果手机的用户 它主要是获得你当前 这个用户 当前的一个位置信息 比如说你拿这个手机 当前在深圳南山区 它可以通过这个定位 定位到你当前手机的一个位置信息 然后通过获得当前用户的一些位置信息啊 我们就可以为这个用户提供一些服务了 比如说用户当前的位置信息是在深圳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推推荐他 比如说深圳有什么旅游景点呢 比如世界之窗啊 就可以推荐他了 这就是基于这个定位 可能会推荐一些服务 而这个地图应用呢 地图应用其实就是说 在手机上可能我们很多用过 苹果手机的人也都知道 地图应用其实就是在手机上展示一个地图 比如地图的周边环境啊 然后在地图上周边有什么建筑啊 我要找哪东西建筑啊 在地图上显示啊 以及地图上显示我们要搜索的一些建筑的信息 用大头针啊标记啊标出来啊 或者是用户在地图上做什么标记啊 提醒信息之类的 以及我们的一些线路图啊 公交线路图啊 都是需要地图来显示的 所以具体说必然的联系来说 是定位服务和地图服务 其实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的 那么定位服务和地图的应用 这两块虽然在逻辑上是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在大多数现在的APP啊 包括商业APP啊 都离不开他们两个 就是说你一旦你要应用到地图的应用 那有很有可能就要获取当前用户的定位 定位服务信息 这样根据用户的定位服务信息 然后采取处理地图的相关显示操作 所以这两块能够学好 也是说在以后啊 不管是工作中也好 从事相关类的工作 或者是了解一下当前市场的IT这一块 移动互联网这一块的发展行情啊 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好 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 首先介绍定位服务 定位服务的相关之 定位服务它 其实是IOS里面一个框架叫call location的一个框架 基于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些API来操作的 call location这是苹果公司自己封装的一个框架 因为大家都知道苹果是必源的 所以框架它只暴露了我们一些接口 具体的实现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要操作的是什么呢 我们基于定位这一块 我们只要操作两个类 一个是CL location manager 这一个类 它这个类所属的酷呢 是CL location 然后还有两个结构体 结构体我们就不叫类似 叫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主要是承载了什么东西呢 一个是call location call location call location 我写出来吧 它是这个CL 这样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结构体其实它就是一个精度和纬度的一个集合 用户当前的精度性器和纬度性器 就是包含着这样一个结构体里面 还有一个结构体 还有一个结构体是什么 CL cordinate range 一个范围结构体 它这个是个范围结构体 虽然你精度纬度确定了 但是你还有个显示范围 对不对 这两个结构体 涵盖了 精度加纬度 然后再显示范围 或者显示半径 这样就可以在地图上 或者是定位定到一个点 或者一个范围之类 一个区域这样子 这应该是叫区域 对吧 区域 这就是主要掌握定位服务 其实主要就是掌握这些东西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掌握这个CL call location manager 这个类 主要掌握所有的定位信息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类里面 一些定位的操作都是针对它来操作的 其实定位服务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讲完定位服务的这些掌握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地图应用要掌握什么 地图的应用 其实定位服务单单的地图应用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一个空间 一个map view空间 map view空间其实就和我们 它是计算的ui view的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view空间 我们只要对它实力化 然后装载到我们的显示的控制器里面 就可以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地图 展示 最简单的地图 这一节课我们就先讲一下 怎么展示这个地图 最简单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是一个循序 循序见尽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 地图应用它是基于框架 是map key的这个框架 这个也是苹果公司 自己封策的一个框架 所以我们只知道它有这个框架 然后具体运用 我们就是运用它框架里面的 这个map view 这个空间去展示地图 然后本次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本次课程的目标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应用CL Location Manager实现定位 并得到用户的当前地理位的信息 第二个目标是 在我们的手机上加载地图 这节课的目标就是这两个 好 这节课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赶紧